嗨,大家好,欢迎来到母心斋,我是母心,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二十四笑,这是一个终极变态大笑子的故事,说起残忍呢,非他莫属,偏偏最后又落得金钱名誉双丰收,简直就是人生赢家,妥妥的锦理体制啊。 东汉时期啊,有一名叫郭聚的人,原本家境还是很富裕的郭聚,用现在来看也算是小康之家,在父亲死后啊,把全部的家产都分给了两个弟弟,自己独自赡养母亲,并且对母亲啊,极为孝顺。 郭家所留余钱两千罐,两位弟弟各得一千罐,郭家所欲房产四十余件,两位弟弟各得二十件,我和母亲出门另住。 这么一看,也是一个修有地公,母辞子孝的美满故事,后来啊,这个家境就开始逐渐贫困,母亲却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,郭聚担心养这个孩子,影响供养母亲,就和妻子商议啊, 哎,这儿子咱们可以再有是吧,这母亲死了以后就不能复活了呀,要不这样,咱把儿子埋了,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,咱把儿子埋了,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,听到这儿我也是醉了,把儿子埋了,来供养母亲,这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呀? 咱们接着往下看啊,于是这天杀的夫妻俩啊,就领着孩子,开始到后山的空地去,挖坑,准备活埋儿子,选定地点后呢,挖了月末有半个小时,突然露出了一坛黄金,这坛子上面写着呀,天赐孝子郭聚,官不得取,民不得夺。 夫妻俩得到黄金,回家孝敬母亲,并得以兼养孩子,从此啊,这郭聚不仅过上了好日子,而且孝顺的美名,传遍天下,这夫妻俩呀,欲杀儿子没杀成,意外又获得一滩金子,这简直是走了狗屎运啊,不得不说,真是可喜可贺啊。 咱们来分析分析这个事啊,郭聚将财产分给了两个弟弟,之后加贫,难以侍奉老母,难道这两个弟弟就如此狠心,竟置之不理吗? 以郭聚的为人家教来看,许是不该的,再说啊,男子汉大丈夫,自己无力奉养幼子老母,竟忍心向儿子下毒手,而且还是活埋,如此灭绝人性,妻子竟然不加阻止。 俗话说,虎毒不食子啊,一个人狠毒至私,人品怎么会不让人怀疑呢? 况且,大家都明白啊,隔背人是最疼孩子的,不然也不会把吃的都给小孙子吃。 就这样把孩子杀死,老母受到这样的刺激,不会悲痛而死吗?这是什么孝心啊? 鲁迅先生在《昭花西时》中有篇文章也写到过,我最初实在是替着孩子捏把汗呀, 带到绝出黄金一幅才觉得轻松。 然而,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做孝子,而且怕我父亲再做孝子了。 这郭剧啊,显然就是个无能之辈。 他是家中的长子,父亲留下诺大的家业却担不起来,最终导致家到没落。 虽说他承担了对母亲的供养,却没有自知之明。 自己能力不行,还假大方的把财产全都分给了两个兄弟,让自己的妻子和老母亲跟着吃糠宴菜。 在发现母亲省下粮食,贴补儿子后,他不是说想办法要出去多赚钱,而是打起了买掉儿子节省口粮的主意。 试想啊,如果他在坑中没有捡到黄金,以后的日子越来越苦的时候,他会不会又想杀掉妻子来供养母亲或自己呢? 真是喜思极恐啊。 其实我一直有猜想啊,觉得郭剧是个内藏鬼胎的人,为了能得到家产的最大一份,自早自演了一出埋儿奉母的孝顺喜马。 也就是说啊,分家产的时候,郭剧偷偷已经买好了金子,并且拿出了最大的那份家产,而剩下的分给了两个弟弟。 所以借买儿来理所应当的获得金子,这样一举两得,钱有了,名声也有了。 封建社会最重视孝道,既然郭剧导演出来这一戏嘛,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地位,自是应该大肆宣扬一番。 牧易成舟,大的舆论压力下,他的两个弟弟也只能屈服。 在那个年代啊,如果自己上门讨要上天给予的奖励孝顺的钱,估计下场也不会太好。 这也就是为啥他独自奉养母亲,这样尽孝的一坛金子便可以名正言顺的独吞了。 孝道是亘古不变的优良美德,如果打着孝顺的名义,行不义之事,只会让人作呕。 今天的我们来看这埋儿奉母,颇有一番讽刺意味。 大家怎么看呢,欢迎给木星留言讨论。 好了,今天的木星斋就说到这儿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